汪永和 郑诗诚 那吃的好不好非常重要 可是我们常常就是青菜家 可是青菜家最近这几年发现说不对 那个问题很大 对 因为食安问题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 尤其现在这个中午12点的时间 很多人都在吃饭 一面吃饭一面配我们的这个节目 也蛮下饭的 那但是就说这个食材的来源 当然你说都煮的很可口啊 然后都洗的很干净啊 可是它是不是 比如说有没有农药残留 有没有太多的这个化学肥料 等等的 这些其实真的都是 我相信都是消费者 真的应该 而且大家常常也都会注意的 所以这期的荆州开的封面故事 就是告诉大家说 正因为大家注意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粮食商机 这个粮是优良的粮 食材的食 以前我们说要有粮名证 现在有粮食证 对 以前大家说要有粮名啊 我是粮名 以前真的就要有粮名证 咱们证明你是粮名 现在要有粮食证表示你是优良的食品 对 有这个粮食证就可以贵20% 这样的大生意义的双击 来我们来听听 荆州开的副总主笔 陈玉华来告诉大家 哈喽 玉华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看来玉华吃的都是优良食品 所以皮肤挺好的 所以玉华 我们其实之前不就有什么集园服 还有一些产销履历的标章啊 等等的吗 所以我们这期的报道 是告诉大家说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更多 对不对 是就如同主持人讲的 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去站在一个卖场前面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眼花缭乱 因为有集盐浦CAS 然后产销履历 还有各式各样 如果是有机店 那个有机认证有非常多 对 那我们在现场看 其实一般我们市面上 大概有18种标章 各式各样民间的政府 18种啊 是的 这也是我们这次做这个专题的一个 比较大的原因 那为什么会做这个专题呢 其实应该是从520小英国宴上面去讲起 因为小英国宴今年的八道菜 它的菜单除了讲这个菜色是什么以外 它有个非常特别 就是它会附说 譬如说这个南瓜是从花莲凤林来的 那这个芭乐是从高雄燕草来的 某某人种的 所以这就是产销履历 我身边这样了 是 那我们就觉得非常好奇 后来发现说 那所谓这个产销履历 其实这张履历在台湾已经有10年的历史 可是我们发现它长在那个超市的货架上 可是很少人在注意它 那我们就想去追踪一下这个履历的前世今生 为什么这个履历对我们来讲 其实非常的 消费者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有贴这张履历 这履历其实是农委会发的 你要贴这张履历呢 你从这个 譬如说你这个芭乐从开始播种 然后你整个过程里面 你撒了什么农药 什么时候采收 然后什么时候包装 然后它还要经过农药残留检验的合格标准 它才可以送到货架被贴这个履历 所以其实照理来讲 它还是蛮严谨的 可是现在在台湾 这2007年推出来的产销履历 这张证明 现在在台湾只有2% 2%的农民贴 因为其实它很贵 对不对 因为它需要检验 检验过程 它需要申请 对 对 那我们就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对食安有这么好的一个宣传效果的东西 却那么发了很问题 后来我们就从产地去了解 原来因为产销履历 它就是因为生产过程 要经过很严密的一些监控 然后最主要是它要送检验 那当地的农民就我们跟他们讲说 我一包白菜叫20块而已 那跟送一次检验要6千块 所以你能要求这些农民 你什么东西都要送完检验 贴完产销履历 才能卖给我吗 因为台湾有个问题就是叫 我们农民的专业处理叫菜土菜金 就是当你贵的时候 比如说台风过后 它菜就会 我就要赶快上去了 就冲上天了 所以这时候如果说你有检验的OK 可是平常如果菜很便宜的时候 我再拿去送检 我买多少 而且你一送检 它整个价钱就往上抬 我不见得卖得掉 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过程了 就是说除了因为比如说 你说检验费用一次就要6千块钱之外 他申请要钱嘛 对他申请的费用要证照 然后你申请的整个过程 你们那个证照下来以后 你申请包括你在耕种的整个过程 都要被监控 因为你每个礼拜你都要去上场 所以我今天碰了什么农药 然后我什么时候采用 所以它是一个被云端监控的一个生产过程 那可是然后我送去做这个农药检验的时候 那会不会耽误我上市的这个时间 会不会 那倒不会啦 OK 所以主要是情的问题 它是要整批送检吗 对整批送检 一批大概要6千块嘛 那所以这个 那一批要够大批了 对不对 所以这通常只有农企业才做 对 对一般的小农 一般小农 你说 我这探3千 我这个 你给我收6千 所以这也是台湾农业的困境 因为台湾大概八成以上都是小农 对 所以就变成 由小农生产出来的东西 它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规格跟检验的话 它就很难上通路 所以上了通路的东西 都是要由农企业来做 农企业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本 跟这样的一个能力 对 可是问题是说 这个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那有一些人就想说 啊那么贵哦 那没有关系 我们团结力量大 这个团结力量 大家把它扩号一下 就变成会有一种 投机取巧的做法出现 导致说 虽然上头贴的有产销履历 可是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对不对 对 因为履历作假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这次的采访过程 里面也有发现一些状况 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最古老的履历 就是那个吉原浦标章 如果大家去菜市场还是看得到 我现在看得到 还是看得到 还是看得到 那为什么大家看了它 但是没有感觉 其实吉原浦 贴了吉原浦的认证上 应该是一个安全用药的 是 对 但是因为它曾经被标章造假过 对 所以大家就 放冒伪造 对 所以就是大家 虽然看到那个标章 可是完全对它没信心 所以农委会才 因为吉原浦已经30多年了 农委会才在2007 再推产销履历 那产销履历的标章 它相对是有被管控的 譬如说 我这一份田 我只能采一千斤稻米的话 它只会发给你 一千斤稻米的标签贴 它就不能去多贴 因为那个标签是由 政府端这边管控 可是呢 台湾有时候也是很 就是这方面也蛮厉害 因为像去年就有发生过 东石的那个 蛤蟆 它们只有800斤 牡蠣 对 结果它们就 透过什么流水号 为什么电脑倒印 就印了1100张 然后也 就这样门混过关 1120斤了 对 所以也这样上了货架了 然后其实也不到多少 已经吃到消费者身上 那为什么会有 多出来原因 可能也因为是说 可能就像刚刚主持人讲 价格好啊 所以它可能只有产这样 它身价不够就跟别人掉 就像是掉货 是 对 那掉的那个货 可能它就没有经过 产销履历要求的那些规格跟经验 所以 这个就是后端的管理 其实集合人员跟后端的那个通路的管理 其实也是导致产销履历在推很困难的一个原因 是后端 前端搞不好很严谨 但是后端就里里里到达 以前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吉原浦也曾经被案件事说 你虽然是吉原浦 他也被验出农药 就说后来有些这种后端的检验不适合合 就有人开始投机取巧 有类似这样的案子出现 所以吉原浦的后来它的这个形象也大受影响 可是这个很重要就是说 那如果你一旦查到的话 你罚的够不够重 你如果罚的够重 大家就不敢造假 就跟黑心食品一样 对 因为我会去算算这个投资报酬率 可是如果你罚的不够重 我会觉得说 你罚的还不如我赚的 那我当然要去赌看看 真的 所以我们到底台湾在这个部分的罚则是什么 然后我们国外去看一看的话 人家又是怎么罚的 我们待会儿回来做个比较 12点18分 欢迎回到917在一起 POP Radio 台湾六星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张诗诚 我是汪永和 来到现场接受访问 我是金周刊的副总主笔 姚陈玉华 谈谈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这个粮食商机 优良的粮 我们刚刚从吉原浦谈到了这个产销履历 但是刚刚玉华也提到说 这个产销履历还是有人作假 是啊 去掉人家的货来充混 他只要他的reputation上来之后 一定有人想办法 我因为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成本太高 可是我要想象降低成本 我就用投机取巧的方式 一定的 所以如果那上上次 我们将政府抓到了 罚多少 然后跟国外相比 是啊 后来我们去问结果 结果他就罚六万块而已 六万块 他算了应该绝对不止这六万吧 所以罚则太低 这件事情也是导致说 造假这个事情 很多人可能就心从侥幸闯闯看 那你只要不被抓到 那 就算被抓到 就是六万块下架 可是其实罚金 对 可能他们不是最害怕 最害怕的是因为下架 因为下架这件事情就 那个损失是更严重的 所以 我们刚刚有跟主持人聊 就是说 谁对食品安全这边 把关是最有用 其实消费者是很弱势的 因为老板 我们买东西 农民才不管 他的东西卖给谁去吃 但是农民会care 他的东西谁在卖 比如说通路 或者是一些 通路或是卖场 那个是农民最害怕的 比如说 所以我们正在采访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说 其实国外 他对食品安全的管控 他不会去要求消费者说 你要去看标签干嘛干嘛 他会要求通路 因为只有通路知道 这个东西是谁种的 而且因为我通路 我是大批进去 对 所以农民会care说 通路不买了 通路要求你要验这个验那个 所以其实台湾在这两三年来 慢慢通路有自觉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们常常在电视上说 卫生局去某某通路 验出了什么小白菜操标 某某通路 所以 可是大家看这个新闻的过程里面 那些某某通路在整个被验操标的时候 通路是不用被受罚的 罚的是那个操标的农民 但是通路会受到什么损害 当然是伤育上的损害 但是他们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行责上的问题 那国外的做法是说 他会要求通路呢 你在采购的过程里面 你就要确保这个农民的东西是安全的 然后农药残留是过关的 所以现在台湾包括全年跟家乐福啊 他们是采取或者是爱买 几乎六大通路都是 他们是采取器做 就是我知道这个菜是谁种的 然后我要求你按照我的方法来种 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通路的自主管理 你刚才说的这个六大 就是我们现在叫得出名号 这个大潮式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 其实你知道用何 其实商品最竞争的 除了自己的品质 还有就是个上架 上架是最 最大家 而且上架还包括地方 我要卖得出去 我当然要上架 很多很多 蒋南店很多那种所谓的垄断 就是我根本不让你上架 所以很多地方是很多产品上不了架 包括很多的所谓的 连锁 那我认为这是应该 就是说我用一些方法来让你去 让这些所谓的这些农民 去管考你的品质 但是我们对这些大的这些通路商 我们要有一定的一样一个机制 对不对 这样我们不要请他们来 帮忙消费者来把关 蒋南店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肠位来把关 对不对 那是最末路的 你知道我其实我自己本身 常常去一个小农市集买菜 然后那我都会问他说 那这有机的吗 那小农其实真的都蛮可爱的 他就会跟我讲说 我们这个只能叫无毒 不能叫有机 因为有机有特别他的厌原的方法 对 对 那或者有些你会问他说 那你这个有没有撒农药 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 有 或者你这个有没有用什么肥料 有 是不是化学的还是有机肥的呢 他会告诉你 那那但是他会告诉你说 你放心我们这个农药都是安全的 都已经经过检验 他说因为我们每次只要来这个市集 我们就是必须要受到抽检 而如果一旦抽检 发现你的农药这些是超标的 是不合格的话 他说 我们就会这个 这一辈子都不能再来到这个市集 而且农委会 他说农委会 只要是农委会管得到的这些市集 他说我们都不能够再去摆摊 所以换句话说 通路对他们来说 确实是一个影响 可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除了这个之外 坦白讲 我觉得感觉起来还不够 因为我们跟国外相比的话 国外是还有刑责的耶 对不对 所以我先讲一下主持人 这种消费习惯是非常好 其实就是你要不断的问 问你卖给你的那些人 就我们不要傻傻 真的觉得很担心 这个吃的安不安全 就像主持人跟他说 你这个有没有撒农药 撒多久 有什么农药 什么时候摘 我没问到那么细了 他跟我讲他打什么头 我也不知道 什么人摘 男人女的左手右手 洗干净了没有 其实如果消费者 有对自己吃的东西 有这么多的疑问 我们就要在当场 问通路也好 问农民也好 因为那是你要吃下肚 你就有各种权 那这个东西 其实在互动过程里 对方就会感觉到压力 或者说重视这部分 所以我们也会蛮鼓励 大家在看东西的时候 在买东西的时候 就因为像产销旅日 是有QR call 你没事就应该扫他看看 到里面他的生产者 是不是卖莲物的 是不是不会扫出来 是卖香蕉的 那这个履历就造假 所以就是大家要多 去对自己的东西做把关 那刚刚佣和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农民 对履历还会做造假 当然是有利可图 那这涉及到后面的刑罚问题 那台湾目前好像没有人 因为履历造假被关 可是 是荷兰有对不对 对 2013年其实在欧盟发生过一个 就是在法国的一个超市里面 他发现他买的牛肉里面 有混马肉 后来法国政府就开始是追说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其实 那个吃起来对人体 也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 有的地方也吃马肉啊 对 那就是一个乍漆的行为食品乍漆 所以欧盟就开始查 那后来发现说 哇 这个法国的牛肉 混马肉的牛肉 是从瑞典进来的 然后瑞典呢 又是跟荷兰买 荷兰的牧场在中南美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繁复的 这个过程 可是 接受到好多国家 对 可是他们只花一个礼拜 就把那个透过流水号 因为这就是履历的好处 因为食物旅程 你只要有编号 他就可以溯源到一个 你原始端是在那里 所以因为欧盟 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很快速的 在一个礼拜之内 就搞清楚 这种个整个状况 而处罚了中间的 那个荷兰的进口商 那个生产者 然后那个人 也被判了三年的图形 就因为他这样混 所以 这个东西其实 也是给我们一个 在台湾其实你看混的东西 大家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可是那其实 已经有涉及到一点 食品炸击的意味 可是台湾在这个方面 在法则上 跟在消费者的警觉上 似乎都还不够 你看他只是牛肉混马肉 他不是给你牛肉混什么 混什么不能吃的东西 他就已经被判三年的图形 应该啊 你看我们国内 所谓的食安风暴 炒到现在 请问什么人被判重刑 什么人得到 我们觉得大快人心的处罚 没有啊 我举个例子 以前你知道 台湾的法令问题在这里 就是有前端 却没有后端 他们说以前有一个 已经过世的老板 他说你为什么不做污水 污水的处理设备 他说对不起 污水处理设备 要人要设备 还要更换 还要维修 一年要花好几千万 我被逮到啊 罚款不过才几百万 划得来啊 对不对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心态啊 所以这个部分 真的是要靠政府去做 而且真的是 我抓到了之后 我就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对 不只是罚款 我让你关进去 对 那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玉华也 待会会跟大家聊到是 那问题是怎么样叫做假 这个东西就 你要先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叫做真嘛 假无毒 假有机 那这什么叫假 对不对 所以这可能也跟 这个食物的真实的 应该有的面貌 这个食材应该有的 真实的面貌有关系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来聊 是 POP抢先报 Hello 时间是中午的12点34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的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永和 我是郑石成 刚有地震 对 我们先跟大家讲 就是在12点02分的时候 然后是发生在这个 花莲政府北偏 东北方 32点6公里那边 你说花莲县政府 还是花莲县政府 花莲县政府 在花莲县的近海这边 然后规模是4点6 那好 这个地震 希望大家都平安 没事 应该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应该都还好 可是我们石岸的地震 还在地区震荡 是 而且是真的大家 因为这是每天每天都会 因为我们防震的措施 实在是虎头蛇尾 前面的机制很完整 后面的处罚很薄弱 所以造成了中间 有一些投机取消的厂商 去破坏了一锅粥 对不对 当然刚刚提到说 这个荷兰的厂商 因为炸其 因为牛肉混买肉住 被关三年 台湾在这个部分的 这个刑罚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 差这么多 那可是 玉华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其实这跟我们 有时候没有办法 真正去厘清说 某一个食材 某一个产品 它到底应该有着 什么样的真实面貌 是有关系的 是的 那个 如主持人所讲的 其实我们现在很 对那个食品炸击 非常痛恨 可是我们在采访过程里面 譬如说我们这次有去访问 那个民进党的部分 居立委吴坤裕委员 他其实以前是台湾 台大的读物系的 非常有名的教授 他也跟我们讲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对食品炸击 没办法重罚 就是那个食品的 原始的长相 台湾并没有界定 他以上次 顶星的那个地沟油 不能讲地沟 就是说 他的那个猪油 这个事件 对 他说顶星的标 他卖猪油 但是他说 他是精炼猪油 那其实在国外WTO 他有规定 231种各式食品的原始的长相 像猪油的WTO的界定是 90%从猪的字体 组织抽出来的 才能叫猪油 可是在台湾 你如果从某些奇奇怪的 用精炼的方式出来 他也可以叫猪油 因为我们台湾并没有规定 什么才叫猪油 所以对很多事情 他没有定义 没有定义 你就不能说 他是假的 对 这次台湾的很多食安 到最后都是 大家很愤怒 可是后来发现判决 怎么 法官为什么没办法定他罪 大家又更生气 可是法官没办法定罪 原因是因为 那你的立论基础在哪里 所以现在就是说 立法院这边可能在食品 的法案修正上面 对食品身份标准 这件事情 也在做一些立法 那 所以有些立委也建议是说 大家不要等到食安问题 每次 因为如果食安是到后端 譬如说抽检 看你添加什么 非法屋 那个其实上架 那个都是非常耗时 而且也都防不胜防 所以应该到源头 譬如说他都会认为说 你把身份定好 你在源头上做管控 他又讲个例子 譬如说 你讲 我这个是番茄酱 那 在国外来讲 番茄酱是 90%是要番茄 做成的 那所以他觉得你是做番茄酱的工厂 你给我看你的进货 1000斤 你要 1000斤番茄 你要涨 出900斤的那个番茄酱的话 这样才是正常的 如果你1000斤的番茄 出了2000斤的番茄酱 嗯 那你一定有加别的东西嘛 所以我直接就在你的现场 做一个处理 跟查扣就好 我不用等到整个上市以后 你在后面再去 后端堆 可以架上啊 上架吃的有些问题 然后他觉得 所有的加工食品到后端 你要去验他天价什么东西 其实验不太出来的 嗯 而且就像你讲的 等到验出来的时候 很多都已经下肚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有这样做吗 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食品身份 不要做 所以很多黑心上人就 我都用我们的五脏六腑 在验食物的啊 对不对 等吃下肚再下架 下架就下架 我们的肚子里面 都能下架嘛 对不对 可是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这种 就是说 他是因为必须 他等于是加工食品了 他去 比如说番茄 做成番茄酱 或者说这个猪油 一块猪油猪皮 然后拿去这个炼成猪油 他已经经过了一道手续的 这种之外 这种当然你说 啊我要规定 多少叫做猪油 然后多少成分的番茄含量 可以叫做番茄酱之外 包括一些原始的农产品 就他不是一个加工食品 他不是食品 他是 他是食材哦 他本身就是一个这个食物的这些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迷思 就是美丑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吗 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的这个超市 他会标榜说 啊我卖水果 我卖这个卖那个 然后呢 我这个品质要求很严格哦 大小都还要一样 然后什么甜度都还要多少等等的 我帮你严格把关 可是还没来讲 我看到那个 我会有一点点觉得 那你不是要逼的大家 就是一定得用各种方法 或者逼你的器座商 就是得用各种方法 你就是得达到这样的标准 你才能够卖给消费者嘛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这就是 实际上问题 我们必须解的第一扣 就是从消费者的心态去解 就是说 如果你要吃又漂亮啊 又美又大颗的水果 那老实在讲 你就是逼的农民作假 然后他在整个 种植的过程里面 没有 为了符合市场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 按照天后这件事情 去做一些调整 那其实像我们这次 在采访过程 我们到嘉一中浦 去访问一个有机木耳 那那个有机木耳的老板 他就很有趣 他就当场拿了两个木耳 给我们看 就一个是比较黑 那一个比较 颜色比较淡一点的木耳 他就说 你们觉得这两个木耳比较好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 感觉起来黑的 好像营养价值比较高哦 对不对 其实两个木耳的口感 跟营养价值是一模一样 只是他们的颜色不一样 那因为黑的是 比较夏天重 因为夏天比较热 所以木耳会长得比较快 然后采收比较快 那 不是 喝的是比较 比较夏天的木耳 夏天颜色比较淡 对 那黑的是因为冬天长得比较慢 所以它的累积的时间 会比较久 所以比较黑 那基本上只是因为 气候的关系 可是这两种木耳 只要放在架上了 黑的跟喝的 他们就会有被 顺价会不同 虽然他们 他们当然会因为 他们的肤色跟什么 其实他们的内容跟营养 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消费者也跟迷失 因为那个木耳的老板 也有讲说 那如果大家都喜欢黑木耳 其实夏天不可能 有那么黑的木耳 可是如果大家都习惯 要吃那么黑的木耳 其实有些人就会动手脚 他可能就为了在夏天 要卖很黑很亮的木耳 他可能去做一些加工 所以这都涉及到说 你消费者 你是不是应该顺着节气去吃东西 你夏天就是应该吃这种木耳 然后你冬天怎么样 就是我们因为 我们不愿意顺着节气走 就导致说在生产段 他可能就为了消费端的 习性去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因为我一直认为天然的东西 他一定会有天然老天爷给你的一些 在天然生长的一些外形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辣 那都喜欢吃什么辣 然后都干干净净 然后长得好好的 然后你再觉得回去不用洗 只要吐沙完就可以煮汤了 他都长在户外 你没想到他身上的胎到哪里去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这样要求 你既然这样要求我就做 所以很多人被抓到用双氧水 下去啪一下 都没有了 都干干净净的 黄金的要什么色有什么色 问题是那是 辣耳在户外成长应该有的原色吗 就跟刚刚这个玉华讲的那个木耳一样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去改变那个观念 对 当然就是说像你刚才讲辣耳的部分 有些人现在是号称用什么 什么特别的水去养他 不一定都是这样的状况 不是 那是每个都用特别的水 对 对 这是重点 所以 很重要是你 你多问一问 多了解一下你的食材来源等等的 可是 丑的 丑的蔬果 丑的食材 是不是大家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应该想的 如果你能够接受 也许你就是在帮自己的食安 做一种把关 真的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聊 12点45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POP抢千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汪永和 在现场接受访问是金州刊的副总主 比较陈玉华 玉华谈谈 这一集的封面故事 粮食商机 又两个粮 我再讲一次 但是刚刚玉华其实也提到说 产销履历可以帮助消费者辨认说 这个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 但是 可是又担心说 因为如果产销履历需要这么多钱的话 有一些可能真的就是很实在的小农 我中了半天 我这一批不够卖五千块 你产销履历要拿我六千块 我是干嘛 我做义工 那到时候会不会就变成只有大者 小者会被淘汰 对不对 会不会 玉华 对 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的思考的东西 我们其实也不是鼓励说 所有东西你要产销履历你才卖 因为这其实对一些用心做私种的小农 跟农夫 其实他们种的蔬果都是安全的 其实他们不要花那个时间跟经费 去做那个身份证的认定 所以这个还是回到 就是说你怎么去跟你的消费者 去做一个信心的一个沟通的建立 信任基础的建立 所以其实包括我们 我们有一些共同采买的单位 它也许不是什么我们认为的那些通路 可是有些像主妇联盟 或者是一些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 那个优良的 友善的通路的购买场所 其实我们发现像竹科啊 因为他们就是员工多嘛 所以大家可能你就是跟 譬如说谁的爸爸妈妈 就在家里种 就在什么南部种菜 那我就直接整个 他可能很小田 那他办公室就够了 所以那 知道那个农夫是谁 那个农夫也知道 他卖给谁吃 所以基本上那个 互信基础就回到小时候 就是 隔壁的阿嬷 可能拿个什么 薄啊 菜归过来就说 诶 这我种的 那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观念 也是一个台湾不错的 就是我们从小单位开始 你去跟你耕种的人 建立一些情感 耕种的人也会 知道他的东西要给谁吃 然后他的收入 跟他的 某些东西是有信赖基础 那这种东西的 其实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诶 可是我觉得教育真的很重要 一方面是教育我们的消费者 就是说每一种食材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面貌 然后教育说 诶 你不要只是觉得说 一定要怎么样漂亮的 可是还包括 耕种者其实也是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你知道我一个朋友 他在台南有一块地 他就提到 他平常因为他在台北 虽然都是他爸爸在帮他雇 他就一直跟他爸爸讲说 我这边我不要撒农药 我不要喷肥料 我也不要 更不要用除草剂 可是他爸就说 怎么可能 大家都这样 都是这样做的 你这样子 我爸爸就跟你说三天 就是你知道 他爸爸就会觉得说 那就是他的那种 惯用农法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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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对不起 我们因为我外公外婆 以前也是种田的 种青菜的 他是林本源的店农 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该撒农药的时候 撒农药 我知道我当场看一个邻居 因为撒农药 中毒躺在那边 那这就是他们从小的工法 就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我这个青菜怎么卖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意会到说 他们不会觉得说 哎 他们其实也不是故意的 未必是故意的说 我比较坏心 哦 不撒农药 我自己吃 撒农药 我卖给别人 他就会觉得 我也自己吃啊 对 他给他的儿子 他同样觉得说 这有喷除草气 这有撒农药 这有弄肥料 啊 儿子你吃 这有什么不对吗 对啊 我以前也都是这样啊 这样子 我们那边的农户都是这样做的啊 所以换句话说 农夫本身 农人本身也是需要被教育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次在采访过程里面 有到嘉义啊 云林 还有高雄等地区 我们发现其实有个蛮可惜的现象 其实就蛮多年轻人返乡去从事农业 对对 有这样的趋势 那年轻人其实回去 就像又和跟师承他所讲的 其实那个对惯性农法的一个颠覆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机会 因为年轻人也知道 他们可能也长期 因为其实在台湾有八成以上的农夫 应该从务农的人口 其实都超过六十五岁了 那其实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种 对 那我们在 譬如说我们在高雄燕潮的 巴勒的产区 我们就去采访一个27岁的巴勒哥 那他这次其实也因为国宴很红了 那因为他有去申请产销履历 那他一个人没有那个力量 所以他就弄一个巴勒的产销班 有八个农夫产销 种巴勒的跟他一起弄 然后他开一个玩笑 他跟我们说 他那个产销班 因为他27岁嘛 那其他还是27年次 所以呢 都是27啊 27年次还在种好辛苦 27年次已经70几岁了 对 但是这就是台湾农村的现状 那他其实非常有趣 从他身上就可以看到台湾农村的一个 可能困境跟危机 那他其实花很多功夫去说服这些27年次的阿伯 因为他们就说 你知道什么 我整一世人白了 不是这样做 那他就说 其实他回去有点吓到 因为他说 因为以前的阿伯有很多可能不适智 他就说抓了这只虫 就拿去农亚房 不能说 这只堂是要怎么处理 然后农亚房就会拿个农药给他 这次没杀完 下次又再问 然后他发现说 其实最高曾经用到15罐 那其中呢 其实这罐跟那罐 红色跟黄色是一样的 只是标签不一样 那他就说这些农亚房真的是很糟糕 那他为了要颠覆这件事情呢 他就是去农事所 或是去请农业专家看怎么种 后来他发现 慢慢的就是说服阿伯说 其实不用用到15罐 我们可能三罐农药就可以解决 那刚开始也是受到非常大的质疑 可是当那些阿伯发现 原来三罐也可以种出来 所以他慢慢的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 再教育 对 颠覆跟教育 那这是需要时间 那我们觉得蛮可惜的是 整个过程里面 还是看到蛮多年轻人回去 把这样的观念带回去乡下 我真的好希望年轻人都 如果真的有兴趣回乡下去种 这样所谓的有机蔬菜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 希望那些老农能够休息 因为老农那种经验 那我再强调 因为老农 因为气候不一样 老农过去的经验是 我中岛去顺产 有时候顺一顺就人就完了 所以现在中午 像这种天气中岛去顺产 很辛苦 对 所以很辛苦 看天吃饭 不是有时候顺产 那个身体受不了 我觉得就是说 年轻人去颠覆一些传统的 这种种种法 也可以带来一系列这种改革 也可以让他们另外有个生机 对 可是很重要的还是 消费者要愿意买单 你不要说我只要这么美的 比如说柠檬 你这里头也提到柠檬 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说 绿绿的油油亮亮的 好漂亮哦 放在网袋里面 再回家你看柠檬 每天吃柠檬 又健康又可以怎么样减肥 可是 可是太绿不过 是 因为我们在采访过程里面 其实 当然因为夏天柠檬是大量 其实那么油油亮亮的柠檬 它在好像最后的采收期里面 如果要保持 它可能会有一些虫害的问题 那为了要保持那个油亮 可能会再做一些 撕撒的动作 那 其实真正的农民告诉我们 其实柠檬 它的 就是外表有一些秀色 又新鲜新鲜的那种柠檬 其实是最好的 那原则上是在最后过程里面 没有被撒痒 就是从来帮你吃一点 但是其实 它不影响到它的风味 所以可是秀色的柠檬 你只要在水果摊 或通路看到 它就被滚到很旁边去 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干越的 而且滚到我们都没看到 基本上不太看得到 秀色的柠檬吧 我只听过秀色可 才没听过秀色可滚 对 就像生锈的锈 那个柠檬 其实是OK的 然后甚至它其实不减它的风味 但是它就是因为 那个最后的那个栽种过程里面 它没有去做那道手续 导致它到货架的时候 那个卖相就出现那个状况 然后所以 我们整个 因为夏天 他们就跟 南部的农民就跟我们说 我们每次看你们台北人 那一整桶一整桶 柠檬水在喝的时候 我们心里都觉得说 哇 你们好勇敢 所以你们台北在吃那么漂亮 全美过程的蔬菜 好勇敢 因为你们要 因应你们台北的需求 我们撒了多少的那个 那个农药 而且他们就 乡下 我们现在吃吃 我们的菜都很败 我们吃起来很健康 所以还有人说 哎呀 为什么 玉华的水 玉华你的那个水泥 为什么没有水 你看真神种出来 哎呀 一切出来 水喷出来啊 爆浆水泥 那就是因为我下了催手剂 但未必全部都是这样 不是说好的水泥 都是这样 要小心这样的一个想法 会让一些人 就不得不改变 那改变 让你吃到东西 都是不健康 不是因为他们想这样做 而是你想这样吃 对不对 那就是自己要改变想法 对 因为改变想法 我觉得消费者 要有个观念 就是我们要帮农民 一起解决问题 因为现在其实 天后异常这么多 像今年 过年那么冷 今年夏天这么热 你都有没有想想看 那其实 像今年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 夏天的蔬果 其实都还蛮辛苦的 芒果啦 什么 因为夏天大量产的 其实都产的不好 今年芒果产量很差 对 那包括葡萄也是 那其实就是因为 今年冬天的霸王级寒流 其实它有导致很多 蔬果当时在 可能在受粉的时候 有些状况 那 那你说 冬天受到这种压力 然后夏天出来的水果 它长得不好 像今年的葡萄 可能长得不好 那你愿不愿意 它长得不太好 而买它 你如果 因为它受到寒害 而不 长不好 又不买它 那你是不是 要逼着冬民 为了让它长得好一点 在最后的过程里面 去做一些 如果大家都改去 买进口的 这个葡萄的话 那冬民就会想办法 就 你要怎么样 我就把它种成怎么样 所以大家就是 还是要顺天吃食物 这样跟农民有一些 比较好的互动 他也愿意把它的困难告诉你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 金周刊告诉大家 是有庞大的商机 因为只要你够好 其实你的附加价值是更高的 对 可在我们消费端来讲 我们看的不是商机 而是看的是 我们怎么样 能够吃到安全健康的食材 选食物 不是选媳妇 不是选老公 不要只看外貌好吗 OK 好 非常感谢我们金周刊的副总主笔 陈玉华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玉华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123